大家好呀,我是泡风 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中口分音剧乱不其谈的下半部内容吧 故事开始前给大家简短回顾上半部剧情 某天,少年小玲被牵连进一场12人事件 也因此认识了特定少年侦探明智小五郎 为了扩别无趣生活,小玲自竟然成为她的助手 跟随她四处解决普世方迷离的案件 统一时间,怪人20面向事件持续在商区发酵 她靠着以要还押的方式苏清那些逃过法律制裁的偶人 成为了愿明心中的英雄最泛满的噩梦 不过只要戴上面具,人人都可以是20面向 越来越多的模仿方借此消除怨恨,逃过问责 这一步才踏入新的月份,就新增了三名受害者 印证了家和美的那句,20面向永远不灭 与此同时,小玲遇发沉迷半案 对身为学生必须完成的上课,学习,考试等产生了抵触 无论好友语才怎么劝诫,她都听不进去 而她也注意到,只要涉及20面向 明智就会不分众业的破案 关注程度超乎寻常 出于什么理由,她却总是逼而不谈 很快,本月迎来了第四起杀人事件 这次的模仿犯甚至送来了挑战书 扬言她犯下了完美犯罪 邀请明智前去解决 案发地点远在帕诺拉玛岛 根据黑CE的情报,这个岛屿正在新建大型成人主题公园 而两名死者是否则策划的事业主和艺术总监 两个都不是什么好人 不仅压债员工蒙取福利 还暴力逼迫他们服从自己 是个实行着现代版奴隶制度的黑心企业 之前就多次传出员工过劳死,自杀等问题 明智接受挑战来到了帕诺拉玛岛 也见证了所谓的成人主题公园 其实是恶心的死变态们 打算用大量的人体模型 铸造一个完美的女体盛宴 满足男人欲望的酒池肉林 两名死者就是被这些坦坦的模型压死的 当时的大门紧锁着 所有员工都在外闻声赶来 看起来像是场不幸的意外 不过聪明的明智很快发现 是有人知道模型会坠落 故意把他们先一步交到死地 伪造成密室杀人案 搜索现场还发现了零零碎碎的齿轮装置 员工随即解释 展厅里所有的模型都导入了动力 一旦完成 那些用模型堆叠的柱子就会一起转动 营造出舞动的同体盛宴 据说他们为此采用了 御用设计师和兼顾的顶级钢 然而明智亲近失利 齿轮就碎了 而犯人也随即揭露身份 他就是负责采购钢的文员 千代子 杀人动机一眼就鸣 瞧瞧身后成群的人体模型 全都是以他为模板 塑造成的呀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黑心企业开始说起 每日超过20小时的暴力统治与过劳工作 害死了他的挚友 他要求老板去向死者的家属道歉 然而他们却看上了他漫妙的身材 与他签订交易 说是会向家属支线赔款 条件是让他出卖身体 成为人体模型的模板 本以为一人的牺牲能够换来所有员工的待遇改善 可两名老板却出了烦二 变得比以前更加刻薄 只为推进乐园计划 那些完成的人体模型 一个个都在提醒他 他是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 他本可以逃过法律罪责 却还是选择向明智下挑战术 目的是想让世人知道 这些模型一点也不漂亮 反倒我耻至极 千代子承认罪行被逮捕归案 快到侦探事后 似乎是对千代子为朋友复仇的行为有所触动 明智开始娓娓道出 他一直闭口不提的过往 实际上 他对二十面相如此执着 全因发起人是他的挚友 浪远 身为IQ超高的天才 明智从未寻获一个合拍的至交 直到认识了浪远 身为同龄人的他 竟在研究混沌理论 而这个公式明智看懂了 两名天才在寂寞的城市中找到了邦医 开始合理清静所学 非请妄物时到计算公式 按黑心 将世界妄物包含进算式 企图预测出所有可能性 变生成拉普拉斯的恶魔 获得预知未来的努力 换句话说 也能够为了得到想要的结果 而根据计算方案去采取行动 变成神一样的存在 后来逐渐完工的程序 创造出了正义怪人 二十面相 一个会自行扩大的都市传说 然而明智却发现 公式有着致命缺陷 他本打算停手 望月却一意孤行 将二十面相从都市传说 搬到了现实 让人们利用匿名信任制裁工具 治罪 他不肯承认 这些年来的心血结晶 倒向了错误的结局 然而产生意见分歧 分到扬镳 再见之时已是三年前 望月站在天桥上自焚而亡 一句一言都没有留下 留下的明智下定决心 要清楚剿灭他们创造的怪物 除了对付不断冒出的二十面相 他也在努力破解浪月留下的暗黑星城市 只要能够完善那些未知部分 就能预测出如何结束二十面相事件了 了解事情原委后 小玲和宇柴加入帮手 与此同时 宇柴的不安逐渐生疼 小玲看懂了凡人看不明白的暗黑星 不惜连日旷课随明智一起沉迷破解公式 好在最后 小玲发现了计算的漏洞 明智把事件万物都计算进了公式 却独独排除了最重要的他自己 身为特定少年侦探的他 是二十面相粉丝们的一论对象 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他们的浮动 而浪月也一定会把自有的行动思维包含在内 明智醍醐灌顶 迅速敲起键盘 完成了最后的演算 也终于导出胜利的局面 一切准备就绪 随着电话铃声响起 未来的大小事皆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来地人自称集成者 是二十面相的死忠粉 他将明智发起对决 会在一周内引发事件 目的是想公然打败 对二十面相有着威慑力的明智 好让人人都可以排除畏惧 当上二十面相 事情在网上引起了悬然大波 结束算事后 小林仍旧拒绝回校上课 担心的雨柴多番劝解 待小林回过神来时 他已经把雨柴排出自己的世界了 根据算事的预言 众人来到地点埋伏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的二十面相 是警示厅里的男业师官 他的弟弟接受手术后 感染了罕见的后遗症 实际上 是黑心医生 把非凡的材料引用在了手术上 还把决定性证据全部抹除 一家人为他担心为他愁 陷入绝望的弟弟自尽身亡 为了报复医生 男业师官将非法材料 混入会场中的菜肴 打算让他们亲身体会 弟弟的痛苦 让明智早已先一步 替换了危险食材 并让埋伏的警员们包围现场 就在他以为胜券在握之时 新的二十面相登场了 而这一个人 就是本该死透的浪远 他的存活颠覆了所有的计算结果 也成功在明智眼皮底 用意外杀害黑心医生 这是浪远筹备三年之久的最终演算 用复生的奇迹 让世人见证二十面相的强大 从而把他变为现实的真理 而他也如愿成为拉普拉斯的恶魔 就算被警察团团包围 也能轻松逃过追捕 并在举国骚动的情况下 掳走了会场上的小林 但小林醒来之时 浪远开始缓缓道出 二十面相诞生的由来 浪远曾经只是个甜静温柔的少年 让他幸福并没有因此而眷顾他 有着性格缺陷的双亲 总是找尽各种理由对他施暴 来到了学校 他的不善言辞于软弱 也招来了各式各样的霸凌 同学老师们视若无度 不幸陷入二循环 人们总问说 为什么不逃走呢 可一个初中生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后来他就遇见了明智 明智和他一样孤僻 却懂得还手 根本没人敢招惹他 明智既看懂了公式 也没有取笑他的理想 是的 他想创造出拉布拉斯的恶魔 去改变世界 他为他取了个名字 暗黑星 愿意照亮黑暗的世界 那段时间 暴力还在持续 可浪远却有了能够喘息的地方 他从未试过求助 知道明智察觉 并替他做出警告 浪远兔地就理解了 为什么对一切漠不关心的明智 会来救他 是因为算是 他们有共同目标 也是因此 浪远才决心要把他完成 可就在这时 霸凌者们变本加厉 竟用美工刀割了他的锦红 而父母为了掩盖捏头事件 让他躺在床上 奄奄一息 也没有把他带去医院 明智把霸凌者教训了哥鞭 来到浪远的家 可身为初中生的他们 太过弱小 太过天真 他被浪远的父母 居住门外 也封闭了浪远的唯一希望 从那时起 心中的曼珠山华 开始盛放 浪远商与回归后 听闻霸凌者 就策划对付明智 他开始不计后果 执行未完成的程序 只要按下确认键 霸凌者 父母一个个事故身亡 没有犯人 没有追责 大仇得报 当时此事的明智 现身劝阻 因为程序有个致命漏洞 也就是 算是编者的死亡 再继续下去 他们中的一人 就未死去 明智的否定 被浪远视为背叛 也成了浪远痛楚的根源 他决心把程序 贯彻到底 来向明智证明 他们没有错 后来 算是孕育出 二十面相的存在 事情断断续续 也就来到了现在 自浪远 站上天桥自焚开始 算是就在不断精进 卢总小林 也是其中一环 因为他的性命就是完成拼图的最后一块 5月11点 浪远带着层堆的自愿者站上棕楼塔顶 他早已发出预告 让媒体新闻准备就绪 今日恰逢是死之日 站在这里的新徒们套上面具 述说着各自的冤屈 在每五分钟跳龙隐身献祭 用死亡加速快速 点燃革命之火 那么问题来了 伟大如明智能救多少人呢 公然的挑衅导致明智被媒体团团围拢 在杀现场直播出去 成为了弱者们的暗黑心 激起他们的意志提醒他们 规则法律没有用处 他们必须反其反抗 明智努力赶往现场 中途却被不少洗脑成员阻断去路 好在依旧有人保存理智 坚信正义 出面替明智清扫独溜 此时 监狱中的南夜师官已经服下毒药自杀 而街区上被感化的人们开始暴动 浪月策划这么大级骚动 以后 人们的心中将永远烙印下 名为暗黑心的伤痕 被选伤的小黎决定支持她的信念 故事开始就有提到 她对现实的感知稀薄 死亡比活着更有趣的话 她会义无反顾选择前走 但明智感到知识 信徒已经死了六名 而浪月准备的最后礼物 就是她和小黎同时上路 无论明智对谁 见死不救 都会备受世间谴责 唤起弱者的意识 完成最后的算式 最后一刻 明智扑身上前 抓住了浪月的手 一旁的小黎 微信一笑 让浪月意识到明智 要多么重视她 如此一来 她的牺牲 也算光荣值得了 意料之外的是 藏在暗处的雨柴也奋不顾身 月下高楼抱住小黎 她痛骂小黎 为何要自寻短见 一遍遍呐喊着 自己有多么珍视她 这一刻 小黎的眼泪流了出来 似乎是在提醒她 活着有多么美好 这边乡圆满结束 那边却还在执迷不悟 钟标指向十二点整 浪月松开了明智的手 起初是为了什么执念而开始的研究 她已经忘了 后来坚持要完成暗黑星 只不过是想让明智 她唯一的朋友 认同她 不要延弃她 二十面相事件 总算平息 在那之后 拥物者们还是时不时冒出 标榜正义 化身制裁者 短短半年时间过去 人们就逐渐淡忘此事 究竟世人有没有如浪月所愿清醒 无人知晓 可活着的江赫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孽深重 在新的探访中流出怀恨的泪水 因为就算首任仇任 死者也断不会复活 就算大仇得报 心中仍无法完全释然 一二之恶 古人有效 却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甚至有可能会延续仇恨 能做的只是在一开始 就保护好身边所爱的人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感谢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订阅支持爆夫哦